欢迎来到老吴说 我是老吴 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的战争 最后呢 协约国打了胜仗 但俗话说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世界在向前发展 那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也在不断的变化 一战中打赢了的意大利 那么却和战败的德国 成了朋友 组成了轴心国 逐渐的呢 世界上又形成了两大帮派 轴心国和同盟国 而第二次世界大战 也爆发了 推背图第44项预言呢 就是发生在二战期间的事情 这一项的内容 排在金批本的第45项 第44项 陈约 有客西来 至东而止 木火金水 洗此大尺 宋约 盐蕴鸿开世界铜 金屋隐匿 白阳中 从此不敢成兄长 兵器全销 运以终 金圣探的注解是 此项与太平之势 附建兵戎 当在海洋之上 自此之后 那么更真盛世已 意思是说呢 这一项预言呢 是国家 太平的时候 又发生了战乱 应当呢 是在海洋上 从此以后 就是一个盛世了 事实上 是这样的吗 我们还是先看称语 有客西来 是东而止 有客从西方过来 到了东方就停止了 两个方位词 从西来到东止 那么可见东止 就是主体事件发生的地方 所以首先呢 要搞清楚 这个东是指什么地方 在《累计王志》中有 东方约以批发文身 有不火食者已 所以古时候的东 一般是指东夷 东夷在哪里 上一项说过 除了方位呢 还有一个所谓的客 至于客指的是什么 我们先不管 往下看 木火金水 洗此大尺 五行呢 是金木水火土 这里呢 给出了木火金水 缺少了一个土 后面的洗此大尺 洗刷这个大的耻辱 结合起来就是 洗刷了缺少土地 这个大的耻辱 缺少土地是什么意思 当然就是国土被侵占 跟东夷有关 国土还被侵占 毫无疑问 这说的就是 日本侵占中国这个耻辱 如果这样的话 那有克西来的克 指的就是美国 对日本本土投放的 两颗原子弹 而图画呢 也印证了这一点 图画上两个人 拿枪指着太阳 太阳是日本 两个人代表 两颗原子弹 原子弹的外形 一个瘦 一个胖 那么名字呢 分别叫小男孩 和胖子 而图画上这两人 也正好是一胖 一瘦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 对于日本来讲 其实已经是必败无疑 但日本根本不死心 打算拼进最后一把力气 和同盟军死磕 甚至拿出了疯狂的 一亿玉碎计划 就是要赌上一亿国民的性命 和登陆日本本土的盟军 血战到底 美军知道这个计划以后 立刻制定对策 日本要是这么干的话 那么同盟军呢 如果登陆作战 估算了一下 要用三到五百万的人命去填 那么这个代价可就大了 指挥部正在犹豫呢 咔嚓一声 一个惊天的消息传来 曼哈顿工程进展顺利 人类有史以来 第一颗原子弹 试爆成功 那么就这样 本来呢 是针对德国研发核武器计划 而产生的这个美国原子弹 被投放到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 原子弹的惊天威力 终于把日本统治者的脑袋 给震清醒了 意识到再抵抗下去 已经毫无意义 这才放下武器 举手投降 而中国人呢 也洗掉了 身为亡国农的耻辱 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我们接着看宋语 《严韵红开世界同》 金屋隐匿白杨中 还记得推背图 关于一战的预言吗 火运开始 祸蔓延 火运 一个火 那么指的是一战 沿运 两个火 二战 金屋是太阳的别名 太阳带着日本 那么这个不用说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 全面展开 世界上到处都是一样的 都陷入了战火当中 日本隐藏在大海的汪洋里 日本因为原子弹爆炸 不得不宣布投降 那么乖乖的夹着尾巴做人 老老实实的躲在小岛上 撇着伤口 接着看宋语 从此不敢称兄长 兵器全销 运以终 兄长就是这个称雄称霸 甲午战争以后 大中华思想 已经成为日本各界的主流思想 他们常常称日本本土为中华 神州等等 在他们看来 日本已经是世界的中心 而中国则成了遗敌 侵略中国以后 提出了东亚新秩序的口号 要建立大东亚共农圈 发动太平洋战争 侵占太平洋和西太平洋的广大地区 其实说白了 就是在世界上称霸 那么这回被原子弹一炸 再也不敢称王称霸了 日本投降以后 军队就被解散了 盟军司令部制定新宪法时 第九条规定 日本放弃战争权利 陆海空军及其他战力的保持 将不被许可 国家的交战权将不予承认 一句话 不许你发动战争 主动和被动的都不行 这就是兵器全销的意思 而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形成的快速发展的势头被遏制 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道路走到了终点 对推背图的解读呢 不能带着主观的感情色彩 像这一句兵器全销运营中 好多人认为呢 是说岛国灭亡了 从主观感情上 那么这是大多数中国人都希望发生的事情 那么也许这个结果会出现 但推背图上却没有 还是那句话 解读推背图一定不能断章取密 趁语和宋语要前后串联 那么这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 好的 这一期老屋说就到这里 那么记得订阅分享 感谢观看